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准备一个碗 在碗里加入适量的热水 融化牛油 在等大牛油油软化的蛋鹅 拿出一个自封袋 把酱化饼干放进去 把它封起来 小碎 小碎 小碎就好了 然后我们的牛油也要融入 把酱化饼干大片一个碗 把酱化饼干大片一个碗 小碎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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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酱化饼干大片 压均匀之后 把它放进冰箱冷冻备用 先把酱化饼干大片 搅拌均匀 现在加入第二次糖 再搅拌均匀 搅拌直到没有感觉糖的颗粒就可以了 现在加入一颗蛋黄 搅拌均匀 每次加入都要搅拌均匀哦 加入一颗全蛋 一个一个加 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颗蛋 搅拌均匀 好的 现在加入Wipping Cream 现在已经可以去预热烤炉了 加入Wipping Cream 然后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6克的低筋面粉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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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可以把刚才冷冻好的蛋糕底拿出来了 然后把做好的面糊倒下去 然后把做好的面糊倒下去 它下起了轻轻的转三下 搅拌均匀 然后盖上一个盖子 烧进冰箱冷藏8小时 拿出来 准备一把刀浸入水 然后切